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 如果你们爱我 就要遵守我的命令 我要请求父 他就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 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爱我的人必遵守我的话 我父也必爱他 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并要在他那里安置我们的住所 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话 你们所听到的话并不是我的 而是派遣我来的父的话 当我还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对你们讲了这些话 但是那护卫者就是父因我的名 所要派遣来的圣神 他必要教训你们一切 也要使你们想起 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在 祝福音乐 祝福音乐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用姜文了 不要用潮州话 潮州话没有几个人听得懂 圣神来的时候 门徒们我们在读经义听到 他们领受了圣神 听了圣神的话语 在圣神的感动之下 他们说了很多的义语 这个义语就是说所谓的方言 这些方言我们在座的 你有客家人 广东人 我没有讲客家话 你们客家人 广东人 潮州人 福建人 还有什么人 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言的人 这些方言促使我们的人群给分裂掉 那我们还有语言 中文 马来文 印度文 淡米尔文等等的文 这些是让这些人群分裂的语言 但是天主圣神来的时候 我们在读经义听到 圣神来感动他们 给他们的讯息 他们所讲出来的是同意的讯息 但是却用不同的语言而发出的 这个不同的语言 就是要让这些不同的人 经验到 体验到 感受到圣神在他们当中 也知道这些圣神所要给他们的讯息 主内地兄姐妹 圣神到底是谁 在我们当中有圣神吗 有没有圣神 我们可以感受到圣神灵在我们当中吗 我记得我还在中学时代 中学时代 应该是中学时代 我们圣堂有这个圣神通讨会 然后就邀请我们家人一起去 我记得我听说圣神通讨会里面 在一个时间祈祷 祈祷完了以后 那时候我听说了 然后有人会倒下来 然后就在那里 好像死掉这样子 所以我还没有去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害怕 为什么等一下倒了怎么办呢 我起不来怎么办呢 死掉了怎么办呢 然后我就去了 跟家人也去了 我看到他们一个一个倒了 一个一个倒在地上了 都没有起来 我在等 什么时候他们起来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个后来知道 那个叫做 在圣神内安息 对吧 在圣神内安息 那以后有这种经验 领受圣神 特别在圣神通讨会的时候 领受圣神 有的人就会讲一些奇怪的话语 我们都听不懂了 看见他们在讲这些异语 听见他们说这些异语 圣神来 在我们教会当中 他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护卫者 在今天的福音 我们听到耶稣说 他请求天父 要派遣另外一位护卫者 在我们当中 教导我们 还有要教训我们 我们所听到耶稣在世时 他所说的话语 圣神将再一次的 在我们心中告诉我们 圣神的言语 他是烙印在我们的身上 让我们常常提醒 让我们常常的咀嚼 让我们能够借着 他的教导帮助我们 耶稣 死后第三天复活了 复活以后 他还在显现给他的门徒们 这些追随他的人 四十天之久 四十天之后 耶稣升天 圣神降临 是在第五十天 好像我们在玩数字游戏 四十五十 对吧 五十天 教会在这个时刻 圣神降临节 这一天 诞生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中途 这些门徒 虽然知道耶稣复活了 虽然看见 显现得复活的主 亲自也和他一起吃晚餐 一起和他享用这晚餐 也聆听他的教训 四十天之久 跟他在一起 但是心中没有热火 心中没有被吹破 要宣扬这个主的话语 但是圣神来以后 把这些重整 把已经烙在心中的 天主的话语 耶稣的话语 再次燃烧 让他们能够勇敢地 去宣扬主的佛音 今天圣神降临节 神父们 穿红色的 祭台全部是红色的 告诉我们 我们要点燃 我们心中的热火 这一颗热火 如果我们只是烧 烧在里面罢了 它很快就灭掉 你们会煮菜的人 你们知道 以前如果用碳炉煮菜的话 旁边前面有一个小缝 你要开一点点 让它的火 可以大 可以热 如果你把它关掉的话 很快它就灭掉了 一样 圣神的火 圣神的热火 圣神的这一些果实 不能够停留在圣堂内而已 不能够只停留在教会内而已 它必须要传扬出去 它必须要燃烧整个地方 当然首先我们必须要被燃烧 如果我们的心中没有这个热火 我们就要去寻找 我们要恳求 求天主派遣圣神 领域我们当中 如果我们的生活 没有圣神的引导 没有圣神的教训 我们活的就像这些门徒们 还没有领受圣神那样 我们害怕 我们恐惧 我们担心 我们担心很多事情 但是圣神的教导 圣神的带领 要我们勇敢地去面对 就像这个红色一样 红色也带着一个殉道的味道 主内的弟兄姐妹 我们听到很多 我们也懂很多 我们也认识很多 我们也了解很多 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身体力行呢 这个是最关键 也是最难的 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从我 这个人开始出发 把我所认识的耶稣基督 把我所接触的复活的主 把我怂懂的教会的道理 如果我没有把他活出来 真真实实地活出来 那我的信仰是死了 我的信仰不能够感动别人 我所接触 我所接受到的这份爱的喜悦 平安的圣神的果实 没办法分享给身边的人 今天在读经的圣保路中途告诉我们 我们要随从的不是肉性 我们属于这个肉性没有错 但是因着我们 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成为父的义子 而我们也不再属于这个肉体 这个肉性的父 而是属于天父 成为他的义子 要我们随从天父的教导 这个天父的教导不容易 当然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会随从肉性的感觉去生活 我喜欢这样 我喜欢那样 现在的年轻人说 我只要我喜欢的 有什么不可以 这样子的态度 在我的生活当中 如何去听天主圣神 如何去照天主圣神的话语去执行呢 其实天主圣神 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如果我们把圣神 只是关在我们的心中里面 没有让祂来带领我们 我们的生活 就像zombie 就像僵尸那样 主内的弟兄姐妹 这个天主圣神 在我们生活当中 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地位 天主圣神 来到我们教会当中 派遣 天父派遣 天主圣神来到我们当中 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共荣合一 这个今天的主题 我们提到合一 在我们教会内 有没有合一啊 我跟其他人能不能够 在这个共荣当中 分享这一份合一呢 还是我就是那一个 制造分裂的人呢 还是我就是那一个 制造破坏这个合一的人呢 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可以去反省 我有没有在我家庭当中 注入这个合一的因素 还是我放下分裂的因素 我有没有在教会的团体当中 在信心团里面 营造这个合一的精神 还是我拨下了分裂的种子 主内的弟兄姐妹 我们听到了同样的一个讯息 天主给我们带来这份 美好的兴趣 要我们 不我们已经得到了 我们已经成为了 祂的义子 要我们去分享这份兴趣 因此 天主圣神所赐给我们的 是不惧害怕 就如这些中途一样 不惧任何的害怕 你可以在保禄中途的生活当中 看到祂的一切 我们要接受圣神的教导 在圣神的教导 如何可以获取呢 必须要每天看圣经 透过圣言 圣言就有圣神带领我们 使我们更加能够天认识 或是更加明白 耶稣所要我们做的 耶稣的教导 并牢记在心中 我们虽然有很多的软弱 但是我们祈求天主 赐给我们再一次的 燃烧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 能够像火红的火石一样 能够去分享这一份喜悦 分享天主圣神的果实 给我们所见到的每一位 我们祈求天主 降福我们每一位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尤其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能够拨下这一个合一的种子 在我们的团体内 尤其在我们基金团里面 能够一起营造这个合一团结的精神 在我们教会的事工当中 我们也一样要建立这个教会 教会从今天开始诞生 当然教会永远没有结束 教会从今天开始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于教会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造教 在这一份当中我们需要努力 我们要努力 不只是要帮助我们自己 我们也要帮助其他人 现今我们所说的 不是你一个人升天 而是整个团体升天 整个团体 我们要带动整个团体 一起迎向这一个复活 这一个未来 或者说这个永恒的居所 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 也带领我们 让我们也能够透过圣神的引导 我们去分辨是非 能够在生活当中 去做出正确的选择 阿们